10月23号 鲍蕾以第一的位置 霸顶直视热搜榜 既没有新剧上映 也没有花边新闻 鲍蕾这次登顶热搜榜 完全是靠他那双 漂亮的大长腿 看完鲍蕾微博不难发现 他不是在晒娃 就是在晒老公路易 而他那双令人羡慕的大长腿 也总是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 10月22号 路易和鲍蕾参加小女儿 苹果妹的幼儿园活动 晒出的照片中 苹果妹捏着自己肉肚肚的脸 和亲子活动的这两位明星大妈 简直就是在拉仇恨 且不出颜值字的明星光环 光是看那两双大长腿 也是够令人抓狂的了 随后路易在微博中 晒出了三张与女儿互动的照片 并配文小学生贝 拉着她的书包开启生日之旅 照片中 妇女三人都是戴着墨镜 路易穿着黑色外套 造型裤炫 两个女儿则穿着橘色卡通上衣 十分可爱 贝儿还调皮的冲着爸爸 舌头做鬼脸 很是顽皮 网友看了照片后 惊叹贝儿与妹妹长得一毛一样 于是纷纷留言打句 你们家的打开方式是这样 复制路易 粘贴粘贴粘贴 你们家简直是俄罗斯套娃呀 莫过老新闻 一家四口 各个长的都是大长会 不得不感慨 这是什么基因啊 报道